HELLO 大家好 我是漢姆好的 讓我們這款貓咪罩咖 罩咖的話是台語的廚房 賣火柴的小女孩喔 在雪地裡面有一隻貓咪 可以小聲一點 好今天是11月28日有預先註冊 然後原本說是26號要上 然後也沒有2526要出嗎 沒出 看了兩天今天出了 我現在是11月28日啦 好這種像素風格的模擬經營遊戲 然後又是貓咪題材加咖啡廳 再小聲一點 11月28日蠻多新友的啦 剛剛下載一款新之翼 花好多時間喔 花了半個小時 因為那個安卓版本還沒開嘛 我想說有PC版本 我先下載PC版本 然後等那個 中午的時候起床再來錄 我們先跟著引導來玩一下吧 就 咖啡廳啊 餐廳啊 什麼的 好像開咖啡廳是好多人的夢想是不是啊 有些人的夢想啊 喜歡喝咖啡就去研究研磨咖啡啊 然後幹嘛幹嘛的 還有那個拉花比賽 他就分 店內然後可以左右吧 可能有的有上下可以去切換畫面 然後還有一個 店外的一個功能 我們沒有那個邀請碼 邊緣人哪有邀請碼 阿姆 開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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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貓咪水手服 JK 貓咪JK來了 那畫風比較像那個Hello Kitty 那種遠遠的貓咪臉 好這邊 餵顧客點餐 餵顧客送餐 這種類型的那個餐廳經營我也玩過啊 就在那邊 做料理 但是這邊好像沒有廚師 目前還沒有廚師 沒有廚師我們就要手動 等到時候雇用一些貓咪廚師 服務員啦 就可以幫我們了 好結帳一下 他還等他吃完啦 好這是那個 今天的那個收益 利潤 他吃這麼多喔 可以稍微大聲一點 好繼續來做任務吧 購買雙人桌椅2喔 複製一下 這邊都還在引導啦 所以客人自己來也不用去宣傳 因為這種餐廳遊戲有時候會宣傳 然後客人就會一直來 就落意不絕 這邊有個警察貓咪 不知道 感覺像警察貓咪或警衛貓咪 警察喔 現在大家人人都有手機啊 穿制服不能亂來 路邊亂停車跑去賣飲料就被拍下來了 就上新聞了 之前還有那個軍人喔 在車上打盾睡覺 就被民眾拍 就說這個軍人怎麼在那邊混 結果他在那邊攻審人家就被那個 就被大家在罵回去 說軍人沒有那個 他在外面執勤他根本沒有什麼休息時間 他在執勤嘛 就在車上稍微小命一下還不行喔 類似這樣啦 現在很多人都拿手機就可以當爪趴子了 繼續我們什麼時候要咬貓咪呀 幫我們料理呀 不然我們現在辛苦一點 來來來來來 我沒有玩過這個遊戲但是 很明顯就是這種玩法 所以我知道 就是要顧用 貓咪服務生嗎 顧我貓 貓咪真的很可愛耶 我上次那個 今年6、7月的時候 要招租嘛 我有個房子要出租 然後就有一個那個 詢問的就是說可不可以養貓 他有三隻貓 直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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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可以貼補多貼補一些費用 我還是拒絕 就是我開出的條件就是不要洋蟲然後不要湊菸嘛 然後後來 後來來的這個現在目前這個還是有湊菸 他說他下半會在陽台稍微湊一下菸可不可以 我是沒差但是你湊菸可能就會湊到其他人 不過我那個那個房子是頂樓啦 他在陽台外面抽應該還好 直接吹出去 他在那邊抽圓的時候 他把窗戶打開 那個紗窗已經壞掉了 已經拆掉了 他說那個門一打開 那個 一堆蟲都飛進來 問我怎麼辦 我說那你去修紗窗啊給我報價啊 我之前要修啊 可是那個 找不到那個 找不到那個材料 那個 施工的師傅說找不到材料 就不了了之 只剩一個紗窗的那個門是給那個冷氣的那個出風口去排氣的 然後後來他說沒關係電燈關掉就好 因為我陽台我有那個用很亮的電燈 都是新的電燈這樣 他把那個電燈關掉那個蚊子就不會有向光性就不會飛進來 蟲啊那些因為那在山上啊 那個比較偏山山一點 只是我們那邊是交流道 交流道的話是那個 算是 租房的一個誘因嘛 有些租房是在那個 捷運站啊火車站附近啊比較有人會想要去租嘛 交流道也是 已經有那個 有這個服務員了 那我們就可以專心做任務了 收銀員 好 反正對那個房客來說我應該是好咖吧我都不會管他 什麼樣的房東是最好完全不會理你啊 你不要亂搞就好了房東也不會管你 有些房東會一直觀察你到底在裡面幹嘛 好合成一下 好他有一個合成那個食物的玩法 畢竟如果是單純那個餐廳經營 大家可能會玩比較膩一點 然後研發那個 食材啊 好研發一下 咻 這玩法我也玩過 很多那個餐廳有些人也會這樣搞啊 很多那個餐廳有些人也會這樣搞啊 這邊合成嘛 那你就可以那個 把體力用完 慢慢恢復啊 那那個倒計時 完成合成教學 再研發一次 再研發一次 我只有一格而已耶 爆米花 popcon 很久沒吃爆米花了 其實我不愛吃爆米花說 我看電影的時候會配爆米花 那個看電影的時候會配爆米花 他在睡覺就偷懶 這也是很合理的啦 公讀生你要要求人家幹嘛 我看電影的時候會配爆米花 所以那個 我覺得那個 一分錢一分貨吧 有時候公讀生他會找錯錢啊 你不要太相信公讀生 每次去加油的時候公讀生最喜歡給我找錯錢 我也是挺傻眼的 有時候還多找我耶 便利商店也是 我立刻把他請換人家 我說你找錯囉 好外面有這個椅子可以招攬客人吧 你看後衛區啊 台灣人最喜歡排隊 這幾天瘋狂排隊 排隊那個吃雞排因為很多那個直播主或幹嘛的 都會請吃雞排 或是一些議員 因為中華隊拿冠軍啦 然後你去看那個排隊都是 都是什麼大媽級的 阿公阿嬤級的去排隊 哪邊有免費的哪邊排 為了那個一個雞排 我在那邊排兩三個小時我才不要咧 我是說我啦我不喜歡排隊 但是真的普遍來說 為了什麼美食 我是一些 網路上來說哪邊好吃 到想去吃吃看的時候就一堆在那邊排隊 有點受不了 我是還好 這邊任務要幹嘛 我們繼續合成吧 好我們來先不用管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界面吧 哈姆嗎 這就是一個 像素貓咪餐廳經營癮療癒 可以換音樂我就不換了 有時候會版權音啊 這是我們的員工我們這邊有個胖嘟嘟的還有一個這個 臥貓咪跟這個 胖菊 白貓 胖菊不是那個嗎 陳菊嘛 陳菊的部下有一個 被他提拔上來一個勞工 勞動部的不知道知道誰 這幾天 因為霸 大靈事件的員工自殺啦 蠻慘的啦台灣人就是 那名嘴就是未審先判 他還是會有壓力的 好來合一下 其實就是未審先判啦 名嘴都這樣啊帶風向啊 怎麼還沒 還沒 這邊有一罐了 多喝一點 又有一罐了是不是 沒有變咖啡 不知道 喝不出來 喝不出來啦 研發一下因為我有一罐 啊怎麼辦 時間上差不多啦 因為他會亂跳啊 西瓜有了吧 有了吧 有了有了有了 他應該有了吧 多了一個研發素材 好 這邊要升級我們的美食 讓那個價格提升啦 等一下評分就提升了 然後利潤也會提升 OK 設定的部分 然後這是說法 然後這個是收集嘛 我們剛剛看到這邊嘛 然後就去做別的事情 這貓咪故事 那這有每日代辦的任務是不是 設施 職位 這邊有那個服務生啊 挑飲師啊 收音員 然後美食菜單 合成研發 占卜還沒開 商城 可能有一些看廣告吧 好的 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 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